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12月4日星期三 帮我出声即日快递和大家说一下 万众期待的华为May 70 今天开售 全国的华为门市已经大排长龙疯狂抢购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 首款纯血鸿蒙May 70 系列手机 今早12月4日正式开售 想不到就遭到粉丝疯狂抢购 华为官方商城开卖不久就宣布卖完 购买页面还显示 下一批May 70 系列手机 将于12月5日早10点08分再次发货 至于线下方面 全国多家华为门市也出现排队买机的人红 部分旗舰店因为销情火爆已没有现货 顾客需要预约登记买机 收到短信后才可以到线下门店取货 华为终端BG行政总裁何刚 今早现身华为旗舰店 深圳万丈天地直播大货 还担当一日店长 亲自向首批顾客交付新手机 不少网民分分留言说 新手机太火爆了 根本抢不到 有人更大赞 华为May 70 系列强得飞起 为什么华为新手机会那么受消费者欢迎 原因其实很简单 今次这款华为May 70 系列手机 配备多项业界手法和创新的技术 不单只搭载全新的各产麒麟晶片 还使用鸿蒙5.0正式版操作系统 堪称是史上最强的May 手机 自中美科技战爆发以来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一直备受霸权打压 美国商务部近日再次出手 宣布新一轮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 甚至公然限制全球晶片设备製造商 向中国企业供货 这样摆明就是剑指华为 面对霸权的疯狂打压 我们一直都鼓着叹气 直到华为憑着坚毅的斗志 在逆境中创造奇迹 打造出Mage 60 系列 这不仅代表了华为突破了美国的晶片封锁 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外国情怀 华为Mage 60 系列 自推出以来一直备受消费者的追捧 如今被视为有望打败苹果的 华为Mage 70 系列终于正式开售 试问有能力的中国人 又怎可能不支持 事实证明 美国的打压杀不死中国 反而会使中国变得更强大 随着华为Mage 70 系列的出现 搭载着国产麒麟晶片 和鲁蒙5.0 操作系统 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在科技领域上的进步 还展示了中国科技自主创生的成果 小编相信 中国科技日后必定会追上 甚至最终超越西方国家 身为中国人 小编感到无比的骄傲